你用壓縮木板是能賺出什麼喔 對不起 我現在知道了 原來做家具用的壓縮木板 中間都有一層防火塗層啊 我現在才知道耶 喔 做這行真有趣 每次都可以學到現在東西 又見面啦各位我是吳正 剛剛那個標題又不會手持拉近啊 最近我其實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半年之久了 就是有關我們的好朋友 木頓廠的問題 各位還記得嗎 半年前我因為想要安全的觀測爆炸 所以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賦予了木頓廠生命 那之後呢 我現在共渡了一小段快樂的時光 然後就是各種虐待啊 用弓箭射用斧頭砍用弩槍彈用裏球丟 還有觀眾叫我去發張哪裡 不要射它 這樣好像哪裡不太對吧 我當初設定它的用途 只有超過一次耶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久違的爆炸 那說到爆炸呢 當然就是我們熟悉的乾冰炸 新的觀眾如果不知道這個作用的原理的話 可以去看看這支影片 啊如果你懶得看的話 我可以直接給你懶人包 不要學 啊 大部分的科學實驗在操作得當的情況下 都是相當安全的 但如果你沒有相關的知識 就在家裡亂玩的話 那廚師的機會可能就比較大一點啦 所以建議啊 如果是比較危險的實驗 還是最好用大人陪同啦 啊如果陪同那個大人 也不知道要怎麼做的話 嗯 總之不要亂學 有看過我之前影片的話 應該對非牛頓流體這個東西 並不陌生 但事實上 我上次折到手的那個東西 並不算是真正的非牛頓流體 因為真正的非牛頓流體 在沒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時候 應該是呈現液態 但是口香糖平常也是固態的樣子 所以口香糖並不算是真正的非牛頓流體 真正的非牛頓流體 應該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手慢慢的在裡面攪動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濃稠的米漿的感覺 但如果你忽然用力的話 它就會瞬間印得像固體一樣 所以不管你怎麼打打打打吹吹 墮刺 它就是文風不動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 承受越大的力 它就會變得越硬 於是天才的我不禁好奇 哎呀 如果讓乾冰炸彈 沉浸 非牛頓流體之後再引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試試看囉 各位 這次的實驗可不是普通的危險啊 我整個全副武裝啊 安全帽 裡面還有耳塞 然後再躲在木頓上的碉堡後面 我都還沒有做心跳 最近開始加速了 不過會讓你們比較 非牛頓流體 跟一般的流體的差別 所以我們先來炸一次 一般的流體 也就是水 乾冰 一 心跳跳超快的 各位在家裡千萬不要自己做這種實驗喔 這個操作失誤真的會受傷了 那這次的實驗為了避免 但太快也不要讓我來不及逃走 水不要加太多 因為時間多長一點 也不要讓自己附身在危險之中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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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2 3 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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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飆草了 飆草了 哎呦 不知道該說什麼耶 聲音太大了 他說他現在要去報警 他現在在上面拍照存證這樣 可是其實這個真的沒什麼啊 這個只是做一個物理實驗這樣子 好吧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想啦 不過其實這個也是我的錯啦 雖然這種實驗操作得當的情況下 是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的 但是畢竟... 這個聲音實在太大了 真的是不適合在市區做 我等一下會再去跟鄰居好好賠罪的 所以如果看來這支影片的觀眾 本來有想要做幹兵炸彈實驗的話 謹慎評估 嗯...好啦 雖然本來要炸的飛牛頓流體沒有炸到 不過我覺得再炸下去真的會出大事 你看 這只是水而已喔 水的阻力沒有飛牛頓流體那麼大喔 你想像一下如果剛剛那一缸裡面裝的是飛牛頓流體 好 我們的復仇名單上面又多了一筆了好不好 這個以後等我找到安全的場地 適合的時機 我們再來做一次 如各位所見 今天硬要做 我真的會出大事 我還要做一點心理準備 搞不好等下警察真的會來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胡適亂搞 最後我再說一次 不要...模仿 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 分享 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可以點旁邊的小光光喔 有的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胡子 無告的胡 小滋滋 我們下次再見